有姐妹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因为我们是80号 就是独生女的 对对 有姐妹的感觉就有点像 像她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知道她永远不会离开你 因为你们两个是有血缘关系的 然后她会无条件地对你好 也会不求回报地去付出 因为除了父母以外 姐妹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了 就彼此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也不用天天相处 因为像我姐姐在台北 然后我妹妹现在 也不一定天天跟在我身边吗 但是呢 你就会觉得你有一个很强的后盾 就是她会保护你 那爸爸妈妈也说 抱喜不抱忧嘛 你还是希望他们对照担心 所以你有任何觉得烦恼的 或者是担心的 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呢 你就先告诉姐姐妹妹 就会很放心 对 我是石伟超 我是这集《人间角落》的分级导演 也是因为要拍摄 所以五月份来这里 然后看到一周赖鸣 就决定一定要做 然后所以现在也 等于把娜娜也拉过来了 想听听娜娜的故事 今年21岁嘛 然后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幸福的环境里面 那我小时候就开始学大提琴 然后第一个转折点呢是 12岁的时候 受到了一个邀请 就是说希望我去演一部电影 但当时我对我的人生规划 一直都是要成为一个 专业的大提琴演奏家 然后就见了一下那个导演 导演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娜娜你想演戏吗 其实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但我就跟他说 不希望我的生命当中只有大提琴 所以当时做了那个决定 然后就演了一部电影 我就又回去上学了 然后一直到15岁的时候呢 我已经考上了我一个信仪的大学 但当时我其实是以一个 学前班的一个年龄考进去的 所以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压力就挺大的 因为我看到的所有的同学 都比我大有个七八岁 或者甚至是十几岁 我觉得其实自己突然在思考 就是是不是我身边有这么多 厉害的能拉大提琴的人了 缺我一个吗 就可能会当时会有一种 比较不自信的感觉吧 我觉得我要去做那些 只有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了修学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走到了很多的城市 其实某种意义上 我也是一个在路上的人 所以各种在路上的这个经历 会让我知道我自己更想要什么 然后我觉得也是比较感恩吧 就觉得能有这么多机会 然后被这么多人爱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会不会伤心的啊 你会不会伤心的啊 好不好 别哭 别哭 胸肝的说下去了 别哭 他不等你干嘛 因为每一个故事 他有开端 肯定会有结尾的 要终担的 我觉得 别过来 说一句吧 我会努力 我会再回来的 不哭了 我会好好看你送给我的书 好 谢谢你送我一匹马 也谢谢你送我一匹马 嗯 我争取下次来的时候 我带一个男朋友好了 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更开心 嗯 再抱一下 那我走了 我走了 路上回去注意安全 嗯 嗯 嗯 我走 伤心 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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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我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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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